娃娃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剛剛講了這個公公跟婆婆 真的 要跟兒女 還有媳婦女婿 都保持一點距離 真的是以色安全 剛剛講到不放手 剛剛講到這個婆婆 黏著你 黏著這個兒子 又像情人 又像兒子 還有一種是 丈母娘喜歡那個女婿 這個小袋啊 對 我覺得我丈母娘 真的滿喜歡我 真的 好會替我著想 可是我老婆就是那種 替她想那麼多幹嘛 她自己會活 她自己會活 對啊 就是那種觀念 你給你婆婆吃了什麼 沒有 其實我也不知道 岳母啦 你給你岳母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岳母是 我覺得我岳母是比較傳統觀念的 對 她還有包有那種 韓國的傳統觀念 所以你看有時候 她來台灣玩 甚至我回韓國去 跟她吃飯的時候 她不會說一下去主動上座 她說先讓我跟我老婆 或我岳父吃完 或是吃到一半 她才會上桌再一起吃 對啊 就是說什麼東西都傳統 韓國傳統女性 所以你們沒有常常在一塊 對不對 其實也不常在一年幾次而已 常在一塊就不會這樣子 而且剛好也是因為 可能也是因為語言不通 反正每天 只要是見到的話 就每天笑一笑去這樣 她如果每天看著 你又會想 這家伙幹嘛要愛她呢 我岳母曾經跟我老婆講 奇怪 你怎麼喜歡那麼醜的男人 這是真的喔 這是真的喔 對 第一次看到照片的時候 頭都昏了 婆婆也遇過神經性很大條的公公 婆婆是已經不在了 她的兒子跟媳婦兩個人都已經離婚了 公公都不知道 離婚兩年了 還在問她兒子說 過年妳媽怎麼都沒回來 到第二年的時候 還在問說妳媽今天怎麼過年 還沒回來這樣 路頭路要回到她前媳婦 她不知道那叫前媳婦了 還跟她問說 妳那兩年過年都沒回來 阿伯 我現在自己也沒關係 你如果叫我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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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兒子去離婚 很不感情 跟妳兒子去 這個公公就神經線 大條到太離譜了 兒子跟媳婦離婚兩年了 都不知道 離婚之後 遇到前公婆要怎麼講 阿伯 一般我通常都會繼續叫爸媽 繼續叫爸爸 有很多人在 很多人是不高興的情況這樣 妳叫他怎麼繼續叫 就什麼都不要叫 那就不要面對面閃 就躲 只要有磨牙身邊就躲 不然要秀媽媽的 磨牙 尷尬 磨牙 還是要叫那個什麼 賴媽媽 楊媽媽 戴婆婆 不知道 你說那個離婚 有的真的父母 現代父母都不知道 我一個親戚 他女兒就是 反正有種種原因 那個先生拿她的卡去刷 現金卡刷的幾十萬 房貸都沒行 喝酒再打 結果有一天叫女兒女兒 說她媽媽 我現在要帶她 就帶她兒子回去 來住在樓上好不好 說為什麼要帶她兒子 待在樓上 我就離婚了 都辦好事 整個債 整個債務自己都拿過來的時候 就跟她說這樣 回來了之後 回來了不要怎麼樣 突然跟香港怎麼都沒聽說 兩三年來 其實這個情形已經兩三年了 小孩都沒有講 兩三年都不知道 下年也有到回來了 什麼都回來了 突然跟香港說 她要回來了 離婚回來了 離婚手續已經辦好了 房子也委託人家賣了 所以就要回來 那也好啊 也沒有好啊 她就在跟她打說 孩子叫我們帶 一個月沒有說 你說沒有一萬也要五千 拿回來帶她兒子 都沒有 還如果家賣完 我們出三十萬 她可以拿去 十萬拿去 要說她兒子 她兒子也說五萬拿去 然後說 現在說 在拜六度卡住下來 都很好 叫她兒子帶她兒子出去看 在賣店裡看 他說 她就說 你離婚這離婚 一個月而已 你跟她兒子一定會做什麼 對不對 如果要這樣走就不要離婚 離婚又離得很乾脆 好像自己很自由 在自主的離婚 不過像我碰到一個很特殊的 我有一個算是 已經當公公婆婆的一對朋友 對 那他們的那個 那個就怪了 他們對他們那個媳婦 已經離婚的媳婦 好到不行 那為什麼 當然是她兒子的問題 那時候 對 兩個年輕人結婚 二十出頭而已結婚 結果男的又搞外遇 然後後面她爸爸氣到 把他兒子趕出去 兩個離婚 然後就是說 可是因為媳婦住南部 那就是又還年輕 二十一是二歲而已 然後又沒有什麼很高的收入 那就是說那你就跟她住我家 三個人相處的 一片和諧 真的是相遇家的 可是因為現在要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讓已經離婚的前公婆 跟前媳婦 前女婿有沒有 大家是不是要有一些什麼方法 你真的有很多 我遇過的事 那個公婆跟我抱怨說 我住在二樓 這麼小孩不用起來打個招呼 就一定要在樓下這樣 搶著就走 對 搶著就走 問題是那個媳婦也想說 我很尷尬 我覺得 你叫什麼 我不知道要叫你什麼 所以我剛剛就在樓下等好了 雙胞都有這個困難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文比較好 Mr. Miss這樣子 或者說阿伯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長輩 無緣的媽媽 無緣的爸爸 以前叫爸爸媽媽叫那麼久 尤其剛離婚 坦白講情緒上都有一些要轉換的 雙方都要轉換的 對 不過就是說 在大部分那種狀況就是說 連打招呼都沒有 基本上都是在處理離婚的時候 父母親過度介入 公公婆婆過度介入 然後表示說 他們在當中也有交惡 所以那時候的離婚 他就會跟他產生比較多的摩擦 就比較不會交 我要講說婆媳問題有兩個 一個就是把自己的老公 就是媽媽 那個婆婆 把自己的兒子 當作自己的老公 那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發生這種 二女真一夫的那種感受 那就類似婆媳問題會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 婆婆期待她的小孩是有人照顧 我還會養到大早的一個女人 來跟她結婚照顧她 如果你不照顧好 她就會覺得很高興 所以她才像我們剛才講的案例說 你以為嫁過來享福的 其實你就會充分看到一個 婆婆要把自己的媳婦娶進門 是為了照顧她的兒子 這就是這個 而且我問過好多已婚婦女 她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麼 她就說通常好多答案都一樣 就是說農曆除夕夜不能回家 對 除夕夜不能回家這樣 我為什麼不能夠回我家 這種習俗事 可以啦 經過本節我們這樣推廣之後 已經可以了 現在還好 現在有的可以了 這問題我們以前聽見 那這個 要破除一些關鍵 關鍵再打架了 這是 爸爸悶死媽媽 小兄妹親自帶父親投案 一個破碎的家庭 對孩子會有什麼影響 如何拋開生命中的英靈 避免複製上一代的悲劇 新聞11點 最精采電腦就在 新聞5號